中心社华盛顿5月25日电,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,再次就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表态,称此次会晤仍有可能按原计划于6月12日举行, 特朗普25日上午离开白宫时,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,他说,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,会晤甚至仍有可能在6月12日举行。 此前一天,特朗普在一封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中表示,他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,数小时后,他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, 他是被迫取消此次会晤的,此时仍有许多可能性,等于美国总统特朗普,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会官,当闭时间25日发表讲话,表示美方取消会晤的决定,不符合国际社会希望朝鲜半岛,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愿望, 但朝方愿意随时以任何方式与美方坐在一起解决问题,特朗普25日表示,这是朝方做出的一个非常积极的表态,他说,朝方想要举行此次会晤,美方也持同样的态度,但各方都有自己的谈判策略。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推称,朝方的表态是具有建设性的,希望美朝双方能够实现持久繁荣与和平,只有时间和智慧能够证明一切。 白宫官员24日在吹风会上表示,美朝领导人会晤,安援计划举行的可能性不大,因为准备时间所剩无几,仍有许多细节尚未落实。 这名官员还透露,至今正恩信函的内容,及措辞,均出自特朗普本人之首。